在这个地方的科技人员 他们就是放风筝的人了 远征一号甲上面级也是太空百度车 目前已经在太空当中 飞行了有14个小时 就在刚才他进行了 他的第二次的轨道控制 他要抬高一个 他要把这个轨道来做准备的 目前状态怎么样 我们请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根据我们的监视判断 咱们的第二次控制很成功 精准地进入了我们的预定轨道 现在整齐的状态非常良好 其实在这个首飞成功之后 还会有一系列的这种 在新的对轨道控制提出了一些要求 这个的话就是说 一个是他轨道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通过现在的预报的数据 轨道返回舱返回的时间 确定能够在 好的 非常感谢 刚才刘春军给我们介绍 就是轨道返回 返回舱返回的时间 已经确定在今天的下午 能够顺利地 烟火 起飞时间 要纵时 纵3 纵7秒 13毫秒 谢谢你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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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训长们 谢谢你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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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